在轻型汽车上,发动机工作转速的范围很宽 但最大扭矩的转速范围很窄 驱动车轮使汽车开始运动,所需的扭矩较大 接着扭矩变化以克服空气阻力和车轮滚动阻力 手动变速器需要驾驶员直接改变发动机和驱动轮的传动笔 改变发动机的输出扭矩以适应路况和车速的需要 变速器有倒挡和空挡 以使汽车倒退,核实发动机与传动器断开 当两个齿轮的链合时 其中一个是主动齿轮,或称为输入轴 另一个是从动齿轮,或称为输出轴 传动笔是指输出轴每转一圈 输入轴需要转多少圈 现在的传动笔是1比1 因为齿轮的齿速相等 旋转时它们的转速相等 而且输出轴的输出扭矩 等于输入轴的输入扭矩 传动笔可以用从动齿轮的齿数 除以主动齿轮的齿数来计算 在这个例子里 从动齿轮有30尺 而主动齿轮有10尺 传动笔就是3比1 从动齿轮转一圈 主动齿轮则转三圈 连续旋转时 主动齿轮的转速 是被动齿轮转速的三倍 转速越低 扭矩越大 所以输出扭矩大于输入扭矩 传动笔是3比1时 如果输入扭矩是100牛吨米 输出扭矩就是它的三倍 为300牛吨米 变速器有三个齿轮时 输入齿轮和输出齿轮 都以一个称为堕轮的中间轮裂合 堕轮在输入齿轮和输出齿轮之间传递运动 但是不改变两者之间的传动笔和扭矩比 组合齿轮系有两到三对齿轮逆合 同时转动 同时转动 这个组合齿轮系有三根齿轮轴 齿轮与中间轴较大的齿轮裂合 中间轴上还有一个较小的齿轮 与输出轴齿轮裂合 输入轴的运动通过中间轴上较大的齿轮 传到中间轴上较小的齿轮 再传到输出轴 输出轴的旋转方向与输入轴的旋转方向相同 但是有一个减速比 这个速比与齿轮系中各个齿轮的尺寸有关 因为有两对齿轮裂合 齿轮系有多个速比 输入齿轮有12个齿 与之裂合的中间轴齿轮有24尺 它们之间的速比是2比1 这一速比又被下一对齿轮的速比3比1再减速 最后整个齿轮系输入轴和输出轴之间的传动比是6比1 导致轮速降低而扭矩增大 手动变速器的齿轮减速可以用组合齿轮系来实现 典型的传动比是1档位4.41比1 2档位2.63比1 3档位1.61比1 第4档同长位1比1 这时输出轮轮的转速与输入轴相同 扭矩不会增大 第5档通常是超速档 传动比位0.87比1 这时输出轴比输入轴转得快 输出扭矩减小 整个传动系统的传动比还需要考虑逐减速器的逐减速比 变速器所有齿轮的传动比再乘上逐减速器的逐减速比 变速器的传动比是3比1 乘上逐减速器的逐减速比4比1 总的传动比是12比1 发动机曲轴每转12圈 汽车的驱动轮转一圈 假设传动效率是100% 最终得到的扭矩是发动机扭矩的12倍 当然这个扭矩要被两个驱动轮平分 这一节介绍变速器齿轮箱的布置 在后轮驱动汽车的手动变速器上 齿轮系有三根轴 输入轴从变速器的前端伸出 它的外花件与离合器从动盘的内花件配合 主要的主动齿轮与轴做成一体 它与安装在中间轴上的 有一定尺数的齿轮常涅合 这些齿轮同输出轴上的齿轮涅合 这些齿轮空套在输出轴上 它们的旋转与输出轴的旋转无关 输出轴齿轮的一边都有外齿圈 分别与相应的具有齿形内花件的各个结合套向结合 结合套可以轴向滑动 与相应齿轮的外齿圈结合 这样通过结合套将齿轮锁在主轴上 在它们练合之前 结合套和齿轮中间的同步器使它们同步 常涅合齿轮的轮齿 以齿轮轴线成一定角度的螺旋线 在任何时候都有几个齿接触 这可以减小齿轮噪声 平稳地传递扭矩 倒挡堕轮的轮齿 通常是直齿 与齿轮轴线平行 选择倒挡时 倒挡堕轮与中间轴上的齿轮和主轴上的齿轮裂合 它将动力从一根轴传到另一根轴 同时改变旋转方向 在变速驱动桥里 动力从离合器传向第一轴 在这个例子里 第一轴上有不同尺数的齿轮 与第二轴上的齿轮裂合 每对齿轮包括一个固定在第一轴上的齿轮 和通过轴承套在第二轴上的齿轮 待同步器的结合套 为第二轴上第一与第二齿轮中间 和第三与第四齿轮中间 选定某个档位时 结合套移动与有关齿轮裂合 将齿轮锁在轴上 动力就可以传递了 直的小齿轮装在第二轴的一端 与逐减速器齿圈内合 动力通过逐减速器齿圈传到差速器 选择倒档时 倒档堕轮将动力从第一轴传到第二轴 五速变速器在第一轴上有附加的齿轮 与第二轴上的空套齿轮裂合 这个空套齿轮旁边有单独的结合套和同步器 选择第五档时 这个齿轮锁在轴上 这个第一轴上的齿轮 比第二轴上的齿轮大 因此这是个超速档 第二轴比第一轴转的快 长镊和齿轮采用斜齿轮 这套齿轮系和逐减速齿轮 安装在同一个紧凑 且隔绝噪声的铸造外壳里 这一节介绍变速器的工作过程 在后轮驱动车辆的手动变速器中 竖轴的外花件和离合器从动盘的内花件灭合 当发动机运转离合器结合时 输入轴通过中间轴使输出轴上的齿轮旋转 空档时 结合套和花件箍不动 没有动力传到输出轴 踩下离合器踏板 卸去发动机复合 使结合套移动 与相应齿轮的外齿圈裂合 这就将齿轮锁在了输出轴上 松开离合器 动力传到输入轴 中间轴和相应的齿轮 因为这时齿轮被锁在输出轴上 输出轴旋转 将动力传到逐减速器 传动比和变扭矩比 与哪些齿轮的内核有关 在四速变速器里 第一档中间轴的齿轮最小 与输出轴的最大齿轮裂合 得到第一档 这是最低的传动比 输出轴每转一圈 数轴需要转的圈数最多 这可以得到最大的输出扭矩 第二档 功率流通过相邻的下一个齿轮传递 输出轴与输入轴中间的转速差减小 输出轴每转一圈 输入轴需要转的圈数减小 但是这减小了扭矩增大倍数 当第三档齿轮的结合套结合时 经过齿轮传动的传动比就更高了 第四档 输入轴和输出轴同时锁在一起 这是1比1的直接档 没有中间轴齿轮的减速 输出轴和输入轴以相同的转速旋转 扭矩不增大 这时中间轴齿轮继续和相应的输出轴齿轮链合并旋转 但是中间轴不传递动力 汽车行驶时 输出轴上空套的齿轮与被结合套锁在轴上的齿轮转速不同 换档时转速鼻息同步 以使结合套能平稳结合 锁环式同步器 用来使结合套与准备套入的齿圈运动速度迅速同步 主轴同步器在花剑菇背面的槽里有三个金属滑块和销 每个销的下部有镜像的压黄 使这些定位销的球面突出花剑菇的外源 同步器安装后 花剑菇的内花剑与输出轴的外花剑灭合 花剑菇的外花剑与结合套的内花剑灭合 青铜锁环有三个缺口 以让开花剑菇上的滑块和定位销 锁环有一个内圆锥面 外源上有齿形花剑 花剑的形状和尺寸同花剑菇的外花剑相同 锁环的花剑也与结合套灭合 锁环的缺口比滑块宽 允许锁环移动 锁环的外花剑可以脱离结合套的内花剑 当结合套移动旋档时 滑块推动锁环移动 直指锁环的内圆锥面 与输入轴长捏和齿轮的齿圈外圆锥面接触为止 锁环圆锥面上的螺旋槽 可以破坏结合面的油膜 增加摩擦 两椎面间的转速差 使锁环绕齿圈转动 直到锁环的缺口与滑块之间的间隙消除为止 因为锁环的花剑齿现在正好与结合套的内花剑相抵 结合套不能裂合 驾驶员施加的轴向力 作用在锁环齿端面上 使两圆锥面之间建立起摩擦力 直到两圆锥面的转速相同 这时结合套沿锁环倒角斜面 向前滑动与锁环裂合 在这里滑键端面的倒角起了很大作用 这时平稳而快速的换挡过程就完成了 在变速驱动桥中 同步器起同样的作用 同步器位于每个结合套和齿轮之间 在这个图上 第一档和第二档的花剑菇和结合套在第二轴上 第三档和第四档的也是这样 第五档的花剑菇在第二轴的一头 远离小主动齿轮 选择第一档时 结合套将第一齿轮锁在第二轴上 松开离合器时 动力通过第一轴上的第一齿轮 传到第二轴上的锁止齿轮上 第二轴旋转 将动力通过小主动齿轮 传到主减速器和差速器 第一档 第一轴上的最小齿轮 驱动第二轴上的最大齿轮 得到最低的传动比 在这个例子里 传动比是3.4比1 第二档 第一轴上的第二固定齿轮较大 所以传动比较高 第二轴每转一圈 第一轴需要转的圈数较少 在这个例子里 传动比是1.95比1 第三档 结合套将空转的第三齿轮 锁在第二轴上 动力通过第一轴上的固定齿轮 传到第二轴上的锁止齿轮上 第四档的动力传递 与此类似 动力通过第一轴上的第五固定齿轮 传递到第二轴上的第五锁止齿轮 得到第五档 这通常是超速的 因为这时主动齿轮比从动齿轮大 使从动齿轮转速较高 至于倒档 倒档堕轮移动 与第一轴上的倒档齿轮捏合 第一和第二齿轮外面的齿圈 与结合套捏合 动力通过堕轮传到第二轴 结合套的花键 两轴之间的堕轮反向旋转 使逐减速器从动追尺轮和车轮反向旋转 这一节介绍换档 换档手柄是驾驶员操纵档机构 变换传动笔 换档手柄可以远离变速器 通过拉杆或钢丝拉索 安装在地板上或转向柱上 换档手柄也可以装在变速器顶上 通过变速器上盖内的一个球形直点 操纵换档机构 在这种情形下 换档手柄的下端 在变速器上盖内控制轴的凹槽内 这个轴端部的一根短杆 为三个换档薄刹和薄块的凹槽内 换档时 换档手柄下端 推动这个短杆前后移动 横杆移动挂上第一档或第二档 其他的横杆帮助挂上三四档 另外的横杆挂上五档和倒档 换档波刹装在一二档的横杆上 波刹位于第一第二结合套的槽内或槽外 三四档的换档 与此类似 倒档薄刹位于倒档结合套的凹槽里 换档手动位置的横向移动 使控制杆拨动相应的换档横杆 换档手柄的纵向移动 通过控制杆和横杆 传到薄刹和结合套 每根横杆都有自所装置 由凹槽、钢球和弹簧组成 当换档杆出于空档时 或选定某个档位时 正有一个凹槽对准钢球 钢球在弹簧压力下嵌入该凹槽内 这使得该档位被固定 当换档时 互锁装置防止在同一时间结合其他档位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两个钢球落在中间和外面的横杆上 相对的凹槽内 将两个横杆刚性地锁止在一起 在中间横杆的小孔里有一个顶销 在空档位置 钢球和顶销可以横向移动 但是当外面的横杆移动时 钢球被挤出顶上顶销 将另一面的钢球压到另一根横杆的凹槽内 这两个钢球在凹槽内防止互锁横杆的运动 并把它们锁在空档位置 当中间的横杆运动时 钢球进入外面横杆的凹槽也锁止它们 所有的变速器都装有护锁和自锁装置 只是形式不同 这一节介绍轴承 油风和电圈 手动变速器的齿轮和轴装在轴承里 使它们旋转定位 每个受力点所用的轴承形式和型号 与所受载荷有关 齿轮和轴承受镜像载荷 因此轴承承受镜像载荷 轴向载荷加在原件的轴向上 这时轴承承受轴向载荷 在许多情况下 既有镜像载荷又有轴向载荷 有些轴承就设计成 既能承受镜像载荷 又能承受娇小的轴向载荷 这种设计应用于大多数的球轴承上 在通常的后轮驱动车轮上 使用单列伸钩球轴承 支撑输入轴和输出轴 中间轴的两端也用这种轴承 斜齿轮产生镜像力和轴向力 使每个原件产生脱离和轴向运动的趋势 轴承外圈 有挡圈装在轴承做的槽里 使轴不会轴向窜动 保持齿轮和花剑部的轴向排列 轴承只承受镜像载荷时 通常使用滚柱或滚针轴承 滚针轴承可以有单独的保持架 也可以直接装在齿轮或轴的经营表面上 输出轴的前面 输入轴的后端 中间轴和输出轴上的空套齿轮 就用这种方法支撑 轴承垫圈保持滚子的轴向定位 并承受轴向载荷 它们的厚度可以进行调整 轴承垫圈是平面轴承 通常是青铜的或是钢质的 但一面有青铜层 表面有凹坑或凹槽 以存油润滑 平面轴承也可以用在变速器盖内 支撑换挡横杆的前端 换挡搏刹主轴机械加工的硬表面 充当空套齿轮的平面轴承 输出轴上的台肩和卡环 可以轴向固定齿轮并承受轴向力 倒挡堕轮也用平面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通常成对使用 可以承受很大的镜像载荷 以及任意方向的轴向载荷 圆锥滚子轴承通常用于变速驱动桥上 支撑第一轴和第二轴的前后端 以及逐减速器 调整第二用来调整预载荷 轴承可以通过浸泡在齿软油里或非解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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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泡在齿软和浸泡进入变速箱 这些油风通常是带油风弹簧的纯形密封圈 根据用途不同可以是单纯的或双纯的 它们的密封唇上可以有螺旋槽线增强密封效果 使用这种油风必须注意轴的旋转方向 O型密封圈通常用以静止元件的轴向密封 例如转速表的驱动齿轮套 密封垫又以格套之间或颗体接触面之间的密封 有时电圈除了它的密封功能之外 还可用作调整垫或调整格套 或调整直到达到调整地的密封 而调整颜色的驱动 有时电圈的硬备 可以调整地的硬度 除了这种状况 有时电视频 出现的硬度 但是转器 有时电视频 在这种状况